公子精英团六人,又一次在酒馆中碰头。对于任务列表中无显示,顾飞自己脑补出来的任务,这帮网游骨灰都很不以为然。 战无商和御天神明两个出去溜达了一大圈。因为雾太大,看不到美女,找不到任务NPC,刷怪也很不习惯,所以由衷地不喜欢这个地方,已经萌生了趣意。 佑哥这时更是急切地想启程去临音城寻找橡树林中的小母。 战无商和御天神明都觉得,佑哥的分析更加靠谱,纷纷劝说顾飞也上道一点,不要总搞些虚无缥缈的事情。 对于几人的劝说,顾飞露出了和他们完全一样的不以为然的表情。 对于我来说,顾飞说,等级、经验、装备都不是最重要的。 我只是觉得这游戏像是另外的一种生活,而我学的东西在这里正好能有很好的施展。 所以,究竟在哪儿可以接到任务,这并不重要,因为我所追求的结果并不是你们所渴望的任务奖励。 说着,顾飞又忘了几人一眼后说,现在这游戏显然和以前的网游已经不一样,全新的技术条件可以创造许多以前所没有的环境。 你们继续守着原来游戏的思路,乐趣终归也是有限的。 靠,众高手向顾飞骑术中指,有关游戏一说,什么时候轮到这个门外汉来说交了? 这个游戏名字就叫平行世界,是有一定道理的。 但这世界终归掌握在所有玩家手中,继续拿普通泡菜网游的观念来执行,它只能是游戏。 换一种心态,这会是一个真实的平行世界。 顾飞说。 他真的长进了,连泡菜网游这么专业的名字都说得出来。 雨天神明望向其他人,然后见鬼此时却是若有所思地望着顾飞。 从他眼中,众人分明已经看到了什么。 果然,见鬼忽然点了点头。 你说的有道理,你这个自杀乔尔丹诺的任务,我也想和你一起试试。 当然可以,顾飞说。 说说现在的情况。 见鬼说。 你看,顾飞拿出了他的记录本,开始和见鬼讲述他墙头观察所注意到的情况。 两人已经开始埋讨讨论。 完了? 哎呀,见鬼跟着千里学坏了。 战无商望着令三人嘀咕,雨天神明,则望着顾飞拿着小本笔和的模样说。 千里跟着又哥学坏了。 滚。 又哥骂了句。 不过,此时顾飞攥着笔记本讲解的模样,的确和他有些神似。 那我们呢,是不是去林茵城看看啊? 战无商说。 这个,又哥突然压低了声音,朝顾飞的方向,怒了怒嘴。 没有千里手里的安德鲁苏的日记,去了恐怕也是接不到任务吧。 对啊,这几人显然还在固执着常规的游戏思路。 这日记本,先不能借你们。 顾飞说。 我靠,这家伙儿的,怎么这么灵? 三人跳起来。 顾飞苦笑着摇了摇头,继续道。 这日记的内容,可能有着什么线索,我还想拿着再研究一下。 不如,我们先去林茵城,如果确认那边有任务需要道具的话,再叫千里击过来嘛。 那时候,估计千里也研究得也差不多了。 展无商说。 你是对我打听总结的情报没信心咯? 右哥不满,他坚信任务就在林茵城那边。 哪里哪里? 展无商联盟说。 就是我们先过去,日记本随后再到嘛。 那,就这样吧。 右哥点头。 那你呢? 这时,桌面上五人齐齐望向了第六人,韩家公子。 这边人已经确定会做什么事了,只有他还没有表态。 一群白痴。 韩家公子说。 骂得不要管他了,这人真讨厌。 大家纷纷说。 难道不是? 韩家公子反问。 右哥,你们照着日记本的指引,去领取物影刺客这个未完成的任务。 这个未完成的任务是什么? 好像就是千里现在正在去做的事儿吧。 众人一争。 所以说,你跑林茵城,就算接到任务,最后还是要回来这里,干和千里一样的事儿。 有什么区别? 看你们好像是有分歧一样,不是白痴是什么? 韩家公子说。 呃,也许接到任务后情况会有什么改变。 右哥说。 也是合理的网游常规推测。 无法进行的事件,完成前置举情就可以进行。 不是吧? 会有改变? 顾飞怕这个。 自己辛苦笔记本上记录状况,那边任务一领,状况一刷,刷改变,又白忙。 呃,推断,推断。 右哥连忙说。 还是就照刚才说的办吧。 右哥你们去林音城看看是否真有任务存在。 我和千里先在这边留意状况,如果真有任务,千里咱们也就等他们接好任务回来后,大家再一起完成吧。 见鬼说。 哦,那也行吧。 顾飞点头同意。 如此一来,大家各取所需,右哥他们三人立刻起身上路前往林音城。 我带你去看看那边情况。 顾飞对见鬼说。 两人起身准备离开,领取前顾飞把日记本甩给了韩哲公子。 也看看吧。 不可否认,这家伙的头脑是十分够用的,此时不发挥一下,在这里当装酒的花瓶实在可惜。 含着公子把日记本抹到自己面前,当了酒杯垫。 无聊的话。 顾飞和见鬼离开酒馆,又来了市政厅大院,但这次他另选了一个攀墙的位置。 之前顾飞的观察位置,住在市政厅片正面,虽然很好地观察到了市政厅门口的情况, 但市政厅的背面却正好被大楼所组。 所以这背面的情况,顾飞目前一无所知。 乔尔丹诺的移动范围不包括这楼背面,但顾飞也想看看这楼背面是否存在有什么机会。 远中不能击杀,或许还有这潜于楼中行事的方法。 而正门方向是想都不用想的,这背面或许存在什么机会。 这是顾飞和见鬼一起讨论后的结果。 选上位置,顾飞甩上了飞钩,让见鬼又大开眼界了一番。 而男人在这种活气上似乎天生就比女人有天才。 见鬼本也是和严小竹一样的出歌,但完成的就痛快多了,基本没怎么让顾飞头疼。 看,院里都是没有雾的,这个情况顾飞早和见鬼说过,此时是让他眼见为实了一下。 嗯,见鬼点点头。 却是更为精致。 嫩绿的草坪上,鹅卵石铺成的小路,草坪中有花圃和小树丛,甚至还有一条小溪丛中穿过。 卷卷的流水声,谷飞和见鬼在墙头上都听得很真切,很显然这市政厅背面是一片宁静安详的休闲放松区域,相当于一户人家的后花园。 在这样的场所中,安置相亏怒见的卫兵显然是很煞气愤的一件事,所以这后院的防范之疏松简直让顾飞惊喜一场。 他没想到,德莱竟然如此不费功夫,他已经在寻找这市政厅背面是否有什么进入的后门,在那里了。 见鬼已经看到,伸手一指。 门不如前门那么宽阔恢弘,不过却还是有两个卫兵分立于左右,顾飞拿出望远镜看了看,和普通卫兵并没什么区别。 有卫兵的地方自然多少也会有些麻烦,于是顾飞又抬着望远镜继续观察,突然问了见鬼一个问题。 这游戏是什么时代背景? 什么? 见鬼被问得一睁。 没什么,只是突然对这世界多了些好奇,想多了解一下。 顾飞说,这个我也不太清楚。 见鬼说,看这些建筑也不知道是什么风格的。 顾飞感慨,我也不知道。 见鬼突然有些惭愧,他发现,自己作为网游界顶尖高手,对于一个游戏的了解,其实也是相当片面的。 游戏中许多非常表面的东西,他都不清楚。 装备技能,PK技巧,一个游戏的内涵真的就只是这些吗? 这市政厅是巴洛克建筑风格。 突然有人说了这么一句。 顾飞和见鬼都吓了一大跳,连忙转过头,顾飞就看到严小竹正对着他做了一个鬼脸。 而他的身边,鬼同正望着市政厅在继续方才的讲话。 这种穿插的曲面和椭圆形空间,是巴洛克建筑常用的手法,应该是没错的。 鬼同说完,这才转过头望向二人,继续说道。 从建筑风格上来说,这游戏是找不出明确时代背景的,不过,从现有出现的物品来说,光学玻璃这大约是十八世纪时候的产物。 光学玻璃?二人不知鬼同为什么突然提到这个? 望远镜,鬼同指了指顾飞手中。 你是个科学家吧? 古飞和建筑不想承认自己的知识匮乏。 嘿嘿,我说了,我姐懂得很多啊。 严小竹说。 现在不是说这个时候吧? 古飞回我神来,你们怎么会在这里? 古飞和建筑刚上来时,墙头上并没有人,这二人应该是后来的。 此时,正朝着二人走来。 我和我姐说了你的事后,就过来一起看看啊。 严小竹说。